问议员说你说你说那请问这样子叫反质询吗 还是说你在尊重议员 国会职权修法这股争议烧尽新北市议会 尤其侯市长过去这句你说你说算不算反质询 我们对这个议题是大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嘛 所以这个反质询的定义就很模糊嘛 老公说那你请你定义一下胖的范围 你反质询我 罚一千 老公无言了 巨大罚一千 这样的一个举例确实把第25条的精神 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 那这么瞎的一个扩权的一个法案 竟然在国会强行通过 侯友一次两拨千金 民进党持续猛攻 过去子弟兵前法制局长 也是立委吴宗宪 曾在议会被巡时穿着带有国骂的潮梯 也被质疑藐视议会 穿这个你鞋 衣服算不算藐视 他穿在里面啊 没有如果我坐在这边可以看到明显穿出来呢 他也不是有没有这个意思的表态啊 这跟这样子还不算吗 有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侯友一年年缓夹 只是民进党议员在出招 要侯友一签下国会职权修法承诺书 未来在新北市议会也比较办理 所以国会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吗 可以签啊 因为现在是国会已经有新的国会 新的民意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按照现先法令我们就是要尊重 那你可以签了对不对 我们要尊重嘛 签不签成诺书 侯友一支口头回应 绿营一连串攻势 仿佛打进棉花里 继续问中部导